蒙古人是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部落,曾长期臣服于契丹和女真,13世纪,蒙古人突然崛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前仆后继,率领蒙古大军席卷欧亚大陆,灭亡了金国,南宋,花辣子摩,西辽,阿拉伯,基辅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建立了世界上面积空前辽阔的世界级帝国,蒙古崛起时,人口不过百万,生产力又非常落后,为何能够席卷欧亚大陆,征服半个世界?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蒙古人崛起时,恰逢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当时周边的金国,南宋,阿拉伯等强国都已经衰落,所以让蒙古人捡了便宜,如果强盛时期的中国或者阿拉伯,哪怕是花辣子摩,随便一个就能摆平蒙古,可当时这些地方不是四分五裂,就是走了下坡路,根本无力制止蒙古的崛起,只能说蒙古人运气太好了,第二,蒙古人, 虽然人口少,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采用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那就是联合住在帐篷里的人,把所有游牧民族都联合起来,尤其是数量庞大,战斗力彪悍的突厥人,成为了蒙古人忠实的打手,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在蒙古的对外扩张中,很多仗都是突厥人打的,在蒙古人的统治中,色目人得到了重用,蒙古人和他们联合起来,统治当地百姓,所以少量的蒙古人能够征服和统治,比他们多得多的土地和人口。 第三,蒙古人勇敢彪悍,长期的游牧生活和草原上恶劣的环境,把蒙古人锻造成了优秀的战士,加上蒙古人全民皆兵,所以能够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蒙古骑兵战斗力强,机动灵活,善于野战和长途奔袭,能够带很少的干粮,长途奔袭上千里,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对敌人进行攻击。 尤其是蒙古人放风筝的战术,把欧洲重骑兵放得一点脾气没有,此外,蒙古人野蛮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把敌人吓破了胆,所以蒙古人几乎战无不胜,从蒙古草原一路打到欧洲和中东,加上中途邪果的普从,可以说几乎没有军队能够挡住他们,不是蒙古人内斗,或许欧洲同样会被蒙古人征服。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我们一般认为唐朝是最为强盛的巅峰时代,但如果说到版图最大的朝代,那毫无疑问就是在元朝的时候,元朝,我们知道,它是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 属于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蒙古帝国,也被誉为是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几乎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元朝最大统治面积达到了3300万平方公里,当时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都归蒙古帝国所有,在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出现以前。 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虽然蒙古帝国的疆域面积在当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但这个超级庞然大物真正以统一的状态存在,却仅仅只有数十年的历史,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 蒙古铁齐横几乎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扫欧亚大陆,你可千万别以为当时蒙古帝国的军队也是个超级数字,相反,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齐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仅仅只有区区十几万人,相较于他们征服33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来说,十几万人简直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在这片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时生存有约两亿的人口,也就是说,十几万人的蒙古铁齐, 就征服了有两亿人口生活的土地,那么问题来了,蒙古帝国只有十几万人,却横扫欧亚大陆两亿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凭什么能横扫欧亚大陆,凭的是他们独特的征服方式,区区十几万人,以摧枯拉朽闪电般的速度,征服了有两亿人口的欧亚大陆,蒙古铁齐的战斗力之所以如此强大,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蒙古人天性就骁勇善战,作为游牧民族, 他们长期在马背上征战四方掠夺资源,嗜血好斗相互厮杀是他们的生存常态,而那些被蒙古军团入侵的地区,大部分都是生活安定的普通老百姓,这就相当于一群恶狼闯入了羊圈一样。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蒙古铁齐就已经踏平了村庄或者城市,蒙古铁齐可以迅速征服欧亚大陆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蒙古军团出征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一般来说,古代的战争侵略一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的版图,并对征服的地区实行长期有效的统治,但蒙古军团不是这样。 他们的征服方式很独特,对被侵略的地区一律实行屠城政策,蒙古军团所到之处全部杀光抢光一把火稍微乌有,然后继续扑向一个城市,所以蒙古铁齐在征战的过程中。 几乎从不考虑要长久稳定统治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因为如果想要对一个地方实施长久的治理,那么在战争的时候就会注意保护城市的建设和百姓的生命,而蒙古军团从来不考虑这些因素。 所以在当时,蒙古铁齐就是令人闻风丧胆魔鬼军队,这也导致很多地方的人在听闻蒙古来袭的时候,直接选择弃城逃离而不是顽抗到底,一位野蛮侵略和掠夺,虽然在短期内给蒙古帝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但却无法对所占领的区域实施有效的统治。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战争,最终的导致结果必将是自取灭亡,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历史上也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所在,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不到一百年,就被朱元璋颠覆驱逐,随着元朝的灭亡以及四大韩国的分裂,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也很快轰然倒塌,最终彻底消亡在历史长河当中。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和欧洲扯上了关系,而以这个朝代为核心的帝国,不仅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还征服了部分欧洲这个帝国的关键人物。 就是富如皆知的成吉思汗,那这个朝代叫什么呢?这个朝代和蒙古帝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成吉思汗又为什么会打到欧洲去呢? 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元朝是蒙古和韩国的宗主国,是蒙古帝国在东亚的一部分,算是一个国中之国,而这个蒙古帝国又是通过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打出来的,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历史蒙古的三次西征,分别是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和序列武西征元朝的地盘。 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大,南到南海,北到西伯利亚,西北到现在的新疆,西南则包括了现在的西藏云南,东北到厄火刺客海,元朝结束了唐朝灭亡以来370年的大风化,使中国再次大一统,蒙古本来是视为部落,但后来和达达混合了,所以那时的蒙古人就自称达达。 蒙古有着很多互不同属的大小部落,一开始居住在现在的黑龙江上游之南,后来迁到现在的外蒙古车臣和吐蟹图一带,被唐朝的燕燃都护府管着,后来又先后臣服过辽朝和金朝。 自从回合灭亡后,墨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比较强悍的部落了,直到360多年后,铁木珍当上蒙古的酋长,铁木珍是个贵族,铁木珍小时,蒙古并不强,而且内部还有分化。 后来铁木珍征服了漠南北的各大部落,被这些部落们尊称为成吉思汗,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不是蒙古的克汗,而是许多不足的大汉。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蒙古韩国后就开始对外扩张,欺负得从小国欺负起,于是成吉思汗先对西夏动手了,在首场试探性的战役中,蒙古吊打西夏。 当西夏内乱,蒙古再次打过去时,西夏有了上次的教训,学乖了,不再和蒙古硬拼,而是躲在城内不出战,就这么耗着,成功将蒙古耗了回去。 之后,蒙古又一次攻打西夏,西夏的下乡宗向金朝的完颜永济求救,而完颜永济没搭理西夏,无奈之下,西夏索性依附了蒙古,蒙古一走,西夏就报复起金朝,开始攻打金朝,而没多久,蒙古也对金朝下手了, 汇合宝之战中蒙古击败金朝进入了居庸关,就在蒙古攻打金朝的中都时,金人干掉了完颜永济,用力完颜巡为帝。 随后,和蒙古讲和,但之后,金宣宗完颜巡迁都汴京,而金宣宗完颜巡的迁都行为惹恼了蒙古,于是蒙古又开始出兵教训金朝,在针对金朝的这些战役中,成吉思汗霸占了金朝的大片土地。 除了西夏和金朝,成吉思汗还对西辽,以及中亚的花辣子魔国等下手了。 辽朝灭亡后,辽朝宗室耶律大使往西边去,建立了西辽政权,耶律大使收服了花辣子魔,使得花辣子魔国向西辽纳贡,而成吉思汗征战末南北的时候,蒙古乃蛮部落的驱除率先是投靠了西辽。 后又和花辣子魔国,离英外河,拿下了西辽,另一个面而起部落的糊涂,也往西边靠,成吉思汗,担心这两个蒙古部落老大,又卷土重来。 于是,成吉思汗派哲别干掉了驱除率,而派苏布台干掉了糊涂。 另外,占据西域的两个小部落,又归顺了蒙古,从此蒙古进入西域的路,也就通了。 从发生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管西域了,而安史之乱后,西域在中原眼中更没了存在感,甚至都不再被问起。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